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小资女夯什么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资女夯什么 我是思佳 我是小可 每个女生一定都希望在 男友或老公的面前呢 保持一个很完美的女神的行错 好像永遠都出淤泥而不染 因為都不會發脾氣 我們都好漂亮喔 一早起來都是帶妝好的 從來都沒有素顏的時候 連放屁都是香的 我沒有放屁 我不可能 我連大號都不上 沒有 你完美氣不完美了 天啊 怎麼樣 還好還好 我只要問我老公 我老公 我最近穿怎麼樣 他只要 嗯 這個嗯就扣分 他只要 嗯 不行 不行 我對我老公的訓練就是 老公我今天怎樣 我怎樣還沒講完 他講得非常好 壓力好大喔 對還沒有問完喔 非常好 所以我們今天呢 也邀請到一位男性朋友 歡迎趙群 哈囉 好你先不要說 那我來講一下這個下一位 他的身上應該也是沒有死角 他很可愛 對 而且他其實是我身邊很多男生 心目當中 第一名想交往的對象 是口袋名單 真的 真的 避選 就是他 對就覺得他是完美女友 對 又可以可愛又可以性感 然後又漂亮 又漂亮 對 來歡迎一下 開心啊 還有一位很可愛的 唐威 歡迎來到我們家 對 重點是我們剛才講到的這個 先問一下男生 其實我很好奇欸 你們男生會先看女生 不要跟我講眼睛我會生氣 我真的要講眼睛 我都不會在乎外表 我都不會在乎外表 我只在乎他心力很善良 這個我也不在乎 我跟你講 要嘛胸要嘛腿 沒有別的東西 還有臉啊 臉啊 臉很重要 我就是喜歡漂亮的 相信大家都會看身材 女生也會看男生的身材 對 但是 當然另外一點是妝容 妝容 一般只會講在最後一個 他妝容 很和平 沒有他新加坡來的很熱 妝容 會脫妝嗎 但是很熱的情況下 因為你走在路上 有時候我們男生看到女生的妝 都已經脫掉一半了 所以幸運有時候看到的時候 會這樣 很像看到鬼的感覺 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很像是因為白天看 因為如果晚上誰在乎 晚上就覺得 嗯 鬼 白天好像覺得 他好像是鬼 對啊 這麼熱他會出來嗎 晚上就確定鬼 對 所以他真的是外貌協會的 對啦 OK 所以今天 但凱欣妳應該也看很多女生吧 其實我覺得女生 激況很重要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去運動 那個妝容掉 整個就是很NG 所以我覺得 你就是要養到說 你的皮膚連素顏出去都會發亮 對啦 因為很多女生去健身房 都給我全妝 對啊 然後還說 今天素顏好熱喔 然後在那邊推那個這樣 不開心 到底是推給誰看的 對 但是重點就是大家 大家都很在乎這個 感覺有素顏的感覺 但是呢 這個皮膚感覺就會發亮 是 是不是其實保養 在這個時候 似乎保水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你知道 夏天很熱 我們在走在外面會脫妝 室內我們又不斷地在吹冷氣 對啊 然後呢要工作的時候 你又不斷地這樣子一直搏 沒錯 所以其實今天唐未來 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問問他 因為他工作 你知道我有看他 他拍的那個影片 他有拍他的一整天 他好忙喔 他起來要幹小孩 要去好幾個通告 然後這邊還要剪片 什麼大堆事情要做 從早拍到晚 而且我們常常出外景拍攝 像我今天早上我就在外面拍照 然後今天下午才跟大家一起錄影 所以我覺得我是非常注重保濕 因為一直在趟 其實那個皮膚乾的程度 我比一般人還來的厲害 所以我現在覺得 單敷一片面膜 對我來說 達不到我想要的那種保濕效果 對 所以像我們會偷加一點點 小心機在裡面 就是我會多加一個 在老師旁邊 老師可以幫我盯一下 老師老師 你說這個嗎 對就是我的美麗日記這個 超能補水安瓶 這個是安瓶耶 所以你是在敷面膜之前用嗎 我會先用 因為我現在覺得單敷一片面膜 真的不夠 所以我用完它 然後再敷面膜 我說真的 那個保濕度 真的單敷 單敷一片面膜 好的態度太多 對 因為安瓶本身就是 盡量稍微比較濃一點點 所以它有點像加強型的用法 對 就是有點極致的感覺 譬如說你要曬太陽 或曬太陽之後 或是你明天有很重要的約會的時候 我就會使用它 一定都要示範 對啊 我就是喜歡看現場 弄弄看 對 到底有多厲害 反正現在觀眾眼睛都很雪亮 對啊 我們剛剛說好有好看 你一定要示範給人家看 對 好啊好啊 今天有什麼幸運兒可以過來示範嗎 有啊 我還是先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唐薇不虧是這個時尚女王耶 因為你知道她在那個社群媒體 有很多的作品分享嗎 那我確實有時候滑到 然後我就看到為什麼她忙成這樣 怎麼狀態還這麼好 然後原來你也是用這個安瓶 因為我知道我的美麗日記最近出的這個安瓶 在網路上聲量很高 然後呢 它有趣的是它就是這樣一小盒 然後它是總共有七支在當中 小支的安瓶像這樣 然後它好像有分兩種功能嘛 對不對 然後今天我們要分享的這個我的美麗日記 超能補水安瓶就是非常適合現在高溫炎熱 然後你又在冷氣房水分很容易散濕的時候來使用它 主要就是因為當中有非常多密集的保濕鎖水的成分在當中 所以我們就可以隨時保持在水潤透白的狀態了 那等一下我覺得我們還是要現場做一下示範嘛 可是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示範之前大家一定要先鎖定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節目這麼受歡迎 因為我們會說出很多有道理的事情 我們不是裝模作樣的對不對 所以還是要跟大家分享說 它裡面有很多有效的成分 可是我快速跟大家講 其實有幾個是一定要知道的 第一要跟大家講的是 嶄新的成分叫做 這個小分子的氨基酸呢 主要是可以密集的補充肌膚的水分 而且你會覺得奇怪我怎麼用一陣子之後 肌膚素顏的時候 為什麼就是我不用碰它就覺得它一直發出一個聲音 對你的鏡就是 因為它就是很水潤 飽滿 不是木丁才會出來的聲音 還有一些火動 不是 或是少女的書學 怎麼會有 你們怎麼會想歪 真的 它真的就是會讓我們的肌膚Q彈又飽水 除此之外呢有一個成分可能在座 雖然都是男神女神可能比較少聽它 叫做蜜若蘭 蜜若蘭 然後呢它可以在塗抹瞬間密集的補充肌膚深層的水分 你就會發現到它的防禦能力會變得很高 這就是為什麼我的美麗日記要把它放在安平當中 因為安平跟一般的精華是不一樣的地位對不對 安平通常它的成本都很高又很小隻嘛 它有那個像是肌膚保養當中的那個救命線乾的感覺 對就是新娘的牌 新娘的牌 對 那再來跟大家分享第三個重點就是它有小三子的玻尿酸 密集的補充水分之後你就會發現到 欸對耶 那些細紋或者是凹陷 會暗的情形都可以大大的改善 最好還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是 很多人都知道玻尿酸是有什麼了不起 可是你可能認識了 但是有一個成分你可能還不夠熟悉 就是神經吸安 這個成分是什麼呢 它也是保持成分也是鎖水的成分 我們都知道水分經濟之後要留住對不對 那這個成分它就是在扮演鎖門的角色 它可以把水分的留存時間變長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用完安平 尤其是他們家的安平回不去 因為你會發現到用完這個七天 我們說是一個短暫的療程 它的續航能力真的很好 怎麼 所以我們可以不用七天 對 我告訴你這個是七天嘛 對 現在環境污染源這麼多 你怎麼可能一個月只用七天 我現在是每天都用 它是每天都用 對啊 不然怎麼敢來上櫃節目呢 用盡心機 用盡心機 你看你要追誰啊 所以光說不練 我們今天可不可以來示範給大家看 當然當然 示範示範看一下 然後我們就邀請我們的模特兒來現場 那我在做示範的時候呢 我還是要請大家都試試看 好我們先試用對不對 謝謝 我跟你說這個有玄機喔 等一下告訴大家怎麼樣開它 對對對怎麼開 欸老師我跟你說 安平啊 我本身有一些障礙 怎麼說 因為有的安平超難開 對 我有一次為了開一罐安平 我差點割傷自己 我也是 因為它要敲 對 它就跟我說你要敲個扁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我是有練什麼鐵砂掌還是什麼 還是我本身是有斷掌 每天剛老婆在老婆在這樣 對然後我就在那種 而且因為你知道你手上 會有很多化妝品的時候 手會很油嘛 你根本打不開這些安平 所以其實我對安平是又愛又恨 然後我開到最後都會生氣 對 就想說好啊那不要用了 真的 還有你知道嗎 它的材質 因為有的是用玻璃的大張 對 很危險 很危險 它其實用的是壓克力的材質 所以它是很安全的 是 也就是你掉在地上不會碎掉 對 好那在用的時候呢 它就是這樣小瓶身的包裝 我們在用的時候在這個中間 凹陷處的地方折一下就可以了 是 有有有有 在瓶頭跟瓶身的部分 有點像是在折那個螢光棒有沒有 這樣一折就起來了 然後呢 幫我拿一下 好輕鬆喔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倒在掌心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找到角度就有了 找到一個角度就有了 很簡單 它如果找不到角度 它其實是不好掰的 對對對 但是找到一個角度 像我剛剛就搬錯邊 所以它是安全的 我往回就有了 然後我又喜歡它是 你知道這種壓克力 放到掉在地上不會怎麼樣 它是很安全的 它好潤喔 然後它是水潤的 它不是黏黏的 對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呢 放在掌心 運用指腹輕輕的沾取 好 由下而上的方式 做補充在臉上 它就是全臉的用量喔 哇 它這個一隻地我好喜歡喔 很舒服 它很舒服耶 我是它這個一隻地我好喜歡 對啊 因為它保濕度夠大 它不黏 因為安平好黏喔 對 而且它吸收又很快 而且它吸收又很快 好 現在呢 我很快速的先在半點做塗抹 然後這個時間很緊急 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我要來測一下 兩邊的保水能力 立刻嗎 對 測下 所以呢現在呢 我先在這邊喔 是素顏的狀態 告訴大家 如果沒有使用的時候 它的保水度是如何 好 現在沒有使用的時候是 百分之三十四啦 這邊可以看得到嗎 好 然後呢 我來把它擦拭一下 一樣喔 我們再來測試一下 這邊是塗抹完了 對不對 好 來做一下測試 好 四十九 九十九 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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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發生什麼事情啊 你同一張臉耶 太誇張了吧 而且還一下子耶 對啊 而且你要知道喔 我剛剛塗抹完 還要等一下 對不對 我還先去測了這裡 所以告訴大家是什麼 九十九耶 安婷跟精華 我們再倒帶看一下 它的地位是不一樣的 對 天啊 好誇張喔 很厲害的 九十九測過 我頂多到魯士忌 我沒有到九十九耶 沒有 那就表示 他也會覺得肌膚太缺水了 對 太乾了 你幫他塗完水之後就變這樣 好 然後我們剛剛老師 就是那個視覺衝擊嘛 但是還是要邀請大家 男神女神 摸摸看剛剛塗抹完在手上 很嫩 還會黏黏的嗎 不會 Like a baby 你看 因為你知道觀眾沒有辦法乾淨 兩年次差好多 對不對 好亮這邊亮 變白了 對 完全不會有黏黏的感受 而且還會黏 而且老師它沒有屑屑 對 對 對 有的安瓶你塗上去 後面再去上其他的東西 會有屑屑 對 它完全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儒常使用安瓶的時候 最基本的用法 因為呢 我的美麗日記的這個安瓶呢 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它有三明治的保養法 什麼意思呢 第一重是說 我可以在臉部洗淨之後 就先擔用它 這就是第一個方法 那第二個方法是什麼 我的美麗日記 你不可能沒有用過它的面膜 對啊 面膜超有名的 面膜大王啊對不對 第二重的方法就是 洗完臉之後我們就用安瓶 安瓶之後呢 就可以敷上我的美麗日記的 不管任何功能的面膜 它的效果就會 1加1大於2 那麼現場我們今天也來做一下體驗好不好 好 好 我跟你說我就直接把面膜帶到現場 讓大家都在手上 用安瓶的那隻手喔 好 好 然後呢我就來 好可愛 這怎麼好可愛啊 這太小了吧 怎麼好可愛的 是你吧 小麵膜 小麵膜 好可愛喔 小麵膜超級可愛 很療癒喔 好貼心的廠商喔 對啊 真的 我跟你說這個就是專業品牌厲害的 真的 跟小笑臉 好喜歡喔 好可愛 超級可愛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而且它好服貼喔 對 這個就可以搭配使用 其實我們這個橋段是要告訴大家 加上面膜它的效果更好 對 那麼另外呢 第三重的功能是什麼呢 是可以調和在底妝當中耶 哇 加粉底液 粉底液 你剛剛不是說會怕會有屑屑 是 很多確實不能用 很多不能啊 可是呢我們其實在後台幫藝人化妝的時候 都會用這個小撇布 就是在底妝當中加上我的美麗日記的安平 對 加個幾滴之後它就會更貼妝 對 好 所以呢我現在我可不可以借唐歪的手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我手曬這麼黑耶 不會啦 我們現在呢 你看安平用完又敷臉了 好我們就拿下來 這個時候呢做完保養 我們就可以來上妝 好 然後上妝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一樣再開一個安平 我這邊還有 還有齁 那就不要浪費 身邊就準備一個霧面的粉底 然後我們就 霧面也是比較乾一點 等一下再上在床位的時候 對 因為霧面也有時候在推的時候 對 對啊 你就可以在當中加上一點點 1比1 精華 對的 然後沒關係 雕喝在一起 其實要這樣很快 你把它混合在一起之後 才去上妝 那個質地一定要夠好吸收 才能辦法這樣子妝 給大家看一下喔 我們現在手是乾淨的 然後我們就用點拍的方式來上妝 你就會發現到 真的耶 它的這個粉料 自主在肌膚的能力變得更好 而且呢 延展性也會很好 真的 因為你知道嗎 半霧面 尤其夏天在用這種底妝的時候 很容易卡痕 對 對不對 而且呢 反而會讓我們的毛孔修飾能力 沒那麼好 而且你這樣反而比較好推之外 肌膚會比較滋潤 對 那有的時候 有些人的粉底剛上上就很沒出口感 對 就是 所以呢 我們現在來看喔 拍一拍照 欸好像透出來的耶 然後呢 我們要請女神量手比較一下 超好多 對 超好多 好可怕 你這個好光 對 嫩嫩的感覺 嫩嫩會發亮的感覺 這個就是啊很多的使用者用完之後都說 天啊我用完底妝加我的美麗日記的安平 有點像是街坡上了雪紡紗的感覺 這安平真的很好 對 所以呢 這個三明治的用法一定要把它學起來 好因為你會發現到欸 你只要在不同的時機用對方式 隨時都保持在最佳的狀態 對 嗯 真的很謝謝唐威跟老師 是 跟我們分享這個我的美麗日記 因為很多人對於安平跟精華以外 還是會有一些靈芝 分不清楚 對 分不清楚 可是既然有安平當然要用最好的啊 對 而且還可以加藥粉不易的用 欸 但除了這個之外跟大家分享 我們剛剛講的是密集補水的 是 其實在我的美麗日記的安平當中 有第二個口味耶 喔 什麼還有第二種嗎 對 這個字 這一個 那它有什麼功能呢女生 緊緻 什麼 這很重要 好啦給我泡 我要用泡的 緊緻了 我要用泡的 這位男士默默說 我也要 男生也要緊啊 男生也會想要緊 跟大家分享 這個其實是後來我用完它的密集保濕款之後 原來紫色這款呢賣得更好 因為就是它有緊緻符文的作用 然後呢 它是超能緊緻安平 那很多人會說 那我到底是要選藍色還是紫色 亦想補水 又想緊緻 我可以講解 一天一天 可以 我跟你說 女神們都已經討論出來結果是什麼了 像我自己 我真的是這樣用 我是白天用保濕的 晚上用緊緻 你 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誰會只用七天啊 一定是一直用啊 對不對 等一下等一下 所以它一天用兩瓶 一天用兩瓶 對 它晚上是用保濕 它白天用紫色 來 我跟你講 本來就是這樣 什麼三明治 我都已經錢頂寶了好不好 我就是 長時間24小時再用 我要是紫色的 紫色的好漂亮喔 謝謝老師 紫色的好美喔 所以它的功能是不一樣的 這個用緊緻的感覺就會非常非常的 讓人期待 對 然後呢它一樣有密集的保濕之外 有生態等等的成分 所以它可以幫助我們達到的是 符紋 烘彈的效果 好所以呢你在白天的時候 我擔心水分會散失沒有關係 就用密集補水的 因為有紋度有電話 比如說博文啊 對 然後表情文啊 法令文啊 抬頭文這部分 一定要堵 然後手肘這些地方 大家想得到的 你應該都要抗 你知道嗎 大家那個粉絲們一定都會說這樣啊 我現在才幾歲 我幹嘛用抗皺抗勞的 你們覺得嗎 不是 我是遇到攝影師 沒有等你看到一條紋路出來的時候 你真的會回不去的 我跟你說就回不去 然後現在正入到夏天 你會發現到那個社群平台的照片 大家都跑去海邊玩 你可知道曬太陽會怎樣嗎 老啊 老除了長班之外 就是皺 皺要怎麼辦 真的就像剛剛女神講的 回不去了 所以呢 如果你要防範與未然 緊緻抗皺的保養品 也要加上去 使用的時期就是晚上用 所以建議大家 這兩支不同的安瓶 你就日夜交替 接續使用 隨時都保持在最佳的狀態 而且它的香氣好舒服喔 對 這個紫色的香味 沒有 紫色的用完 真的有一種包膜感 對 它有一種包起來 然後有那種拉提起來的感覺 是 它多了一個塑形的 在外面的感覺 那大家兩種都用過 你們有覺得 又有黏膩感嗎 還是怎麼樣感覺 沒有黏膩感 清爽吧 甚至是包覆感更爽 然後但是我覺得 老師你用的方式是對的 因為你白天用保濕 因為是外面曬太陽 一整天 一整天 然後晚上就是緊織 因為可能地性一裂 你都要往下走 所以我們他玩哥來去睡覺躺平 就剛剛好 對 快棒耶 真的耶 大家就連用七七四十九千八 我覺得用完了之後 你就不得了了 會不會不去 你就是你們全社區最年輕又漂亮的女人 要緊 要緊 謝謝老師 謝謝唐威 好不好 大家都一起用起來吧 對 來來來來 來我們節目沒有什麼 就是伴手禮多 來來來 對 喜歡 都拿回家 我知道你要緊的 觀眾朋友如果要的話 要記得要上網去買 好朋友